三月底的时候不是因为日本又刮风又下雨又大降温吧 好不容易长出来的樱花花包全部打了稀巴烂吗 所以当时大家纷纷打成了Tag樱花难民 但随着四月初日本逐渐回南转情 樱花盛开 难民们纷纷成为了贵族 结果这几天吧 又下雨又一降温 贵族一日回到了破产前 樱花们再次难逃稀巴烂的命运 如果你看到了满地的碎花 回想几个短暂的樱花季 觉得难过的时候 别难过了我的姐妹 来听听那些三月底的倒霉蛋樱花难民的故事 你的心里可能会好受很多 首先樱花难民们出发前就遇到了他们的第一难 我们原定3月25号出发雨天 一直待到4月3号回来 我就不幸哈 姐待了10天还看不到樱花 结果在出发的前一天 24号凌晨1点 突然机票那边跟我说 吓不来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人在贝利店腿都麻了 姐等了一个月的樱花行 专门为之采购了一张新的内存感和5T的硬盘 就一句非常抱歉 能怎么办呢 崩溃愤怒嗷哭情绪稳定 大半夜开始下的昂贵机票 某种程度上姐体验了一把说走就走的旅行 谁在出发前一天订高额机票 最后顺便情绪稳定的更改了一下本次的出差预算表 这是这人最后的底线 就这样 我们拖着三个行李箱疲惫的开始了这一次高额的樱花行 括号樱花难民版 25号晚上9点 我们安全到达了机场 呵呵 看得出来哈 由于出发前两晚 小张几乎没睡觉 拉行李的步伐 都带点虚啊 美美的睡上一觉 迎接第二天的早晨 起来发现 26号早上6点 横冰就开始下雨 下雨 当然即便如此了 导演还是屹立不倒的 像怀揣着他微弱的梦想一样 抱着我们唯一的一个相机和镜头 我们应用人类智慧的大脑 和我们拉拉灵巧的双手 去保护我们的设备 比如去便利店零食 紧急采购了一卷保鲜膜 当然我们想着说来都来了 肯定要拍点素材吧 所以我们非常努力的坐公交 非常努力的去公园 找樱花树林 但即便是这么努力 樱花还是一根都没看到 倒是樱花树枝头嘎嘎大叫的乌鸦 二十七号 老天爷可能被我们 弃而不舍的精神而打动了 正在我们准备离开横滨 去东京的时候 赐予了我们一个大晴天 当然也在这个时候 我们第一次发现 那我们窗户对面就有一所小学 而且那个坡道上面就有樱花 真的美得不得了 但是也真的好涂 好涂 二十八号到了东京之后 我们两个人持续地 从早到晚扫街 括号别名Citywalk 此时的樱花难民终于遇到了 这么多天来的第一旅 樱花 Sakura 但是由于它实在太稀疏了 我们真的只能用铝来形容它 反而我在东京街头 见到的每一个樱花妹妹的 湿发刘海一样 一缕一缕的 像树子一样 一缕一缕的 而且最生气的是 就在我们为眼前 这些岌岌可危的樱花之眼 感到满足的时候 打开互联网 发生有超级多的 无良蹭热度的博主 纷纷拿出自己去年 前年 他的樱花 像你说满开满开 Excuse me 而且这些人非常恶心 就是你抓包他之后 他还要理着气壮的诡辩 Anyway 反正从28号开始 樱花就开始逐渐有点 要开要开的意思了 接下来就开启了 整个东京的人类 都在追樱的白热化时期 30号 我们参加完武藏大学的活动之后 发现 大学的樱花 都开了耶 超美的 所以我们决定下午 火速赶往新宿医院 兴致勃勃勃的准备开始 一次实实在在的上音了 结果到那里 隔着两条满路 就听到对面的保安站 非常大声的喊 我当时其实也不知道 这个120分钟是要来 等路场 还是要干嘛 反正我们也意识到了 剪门这个58的镜头 紧得要死 很紧续可能拍的不是日本的樱花 而是令樱花妹的后脑梢 我们就跑了 4月1号 就这样 我们苦苦追寻了一个星期 也就看到了那么几个樱花 我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心态已经非常好了 at a way 因为我们在连仓丁的民族 真的很漂亮呀 走几步路就可以看到樱花树 但是可可都是大兔头 不是斑兔 就是全兔 甚至在我们住的小木 后面有一条公路 真的超级美 我们两个人每天晚上 都会走那条路 走十分钟去超市买东西 在那条路上 全部都是樱花 全部都是嘻嘻嘻嘻嘻 特别是你们看这个电话 已经实在是太有电影的氛围感了 感觉下一秒钟 就会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 在这里发生 然而现在它很凸 非常凸 我们两个人每天晚上 都会给这些小樱花树打气 加油哦 加油 就算我们看不到 你们也要加油哦 可能也是我们心态越来越好了吧 没想到在4月2号 离开连仓的时候 在连仓的樱花 还是含包待放的情况下 我们竟然在上野公园 发现了樱花 当然了 我们见到的不但是 大片的樱花 还有大片大片的人类后脑梢 就这样子解退的三个箱子 由于空运动 全部都爆满 负重前行 但怎么说呢 当时那个赏花的经历 有一点像去猫咖里面撸猫 如果那个樱花树长嘴了 他应该会说 别 别挪我了 因为在每一棵本就不繁茂的树叶下面 几乎都有两三个人扯着的拍照 即便旁边有一个招牌 写着 请勿触碰樱花 背景里面人类的后脑勺比樱花的花瓣还多 但是就这样 经历了9981难 樱花难民凭借自己的樱达 偶然的在梅吉兜里看到了盛开的樱花 当然了跟现在的比起来肯定是没有那么的繁盛 但是对于当时的樱花难民来讲 我们不是贵族 起码也是草民了 当时我们非常忘我的 在天桥上面拍整条大陆的樱花 有一位阿公路过跟我们答话说 在谈话中我们知道 他其实之前有在中国看过樱花 他一边说 一边远远地望着一整条街的樱花 脸上露出了非常行为的笑容 他看着我们的眼神 让我想起了我在连仓的央置电车上 找我搭话的大叔 当时大叔看我们拿的相机在拍连仓的海 拍拍我的肩膀 用非常可爱的口音说 The next station best of you 在听到我用日语回应之后 大叔更加热情地跟我说 下一个人还是邀越 是最美的车站 你们一定要拍到哦 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捕捉了窗外的美景 当时他们眼睛里流露出的感情 跟桥上的这位阿公 非常的相像 是那种在美丽的事物面前 大家都会自然流露出的真挚的欣赏 因为能和他人分享美丽 而感到的那份喜悦 只是一句简单的 就能表达出的那种柔软的感情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暖阳和樱花花瓣的气氛红托下 我突然意识到 一位追求美丽的花瓣的我们 一直以为自己是樱花难民 但既然忘记了在追求美的这一路上 无论是我们遇到的人 还是发生的事情 其实都已经成为了美的一部分 就算是在大雨中 我们可以看到行色匆匆的归家的人 看到手牵手上学的妇女 还看到了头戴可爱珍芝帽的萨莱莉曼 就算我们没有看到一颗反帽的樱花树 但是我在路边偶然收获了一颗饱满的不公印 没有找到樱花打卡点没有关系 我们抓住了每一遍镜子 给自己创造出了属于我们履行自己的打卡点 就算是在上野公园 人满为患一片反反之中 我们也偶然遇到了一位怡然自得 用一瓶啤酒和炒面开启了赏阴模式的阿公 于是我也学她 在公园找了个当鞦韆 吃起了路口随便买的樱花饼和粽子 没想到也挺好吃 在莲超海边偶然遇到的青春洋溢普制的两个女孩子 非常惊喜在路边收集樱花花瓣的小妹妹 池袋地下通道 望我演奏的街头音乐家 路边偶遇的饭困小喵 我本以为樱花会是我们正式旅行的主角 没想到在这一路上遇到的事物 都成为了陪伴我们这次旅行的主角 在那里有美食 有人 有请 有更美好的故事 他们终究会在我们多年回乡期这段旅行的时候 忍不住说一句 有感到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